好創下 剛剛看到的是川普證實 巴格達迪死得像條狗 這是川普本人的說法 但是美國確實陸續在清理中東戰場 川普先前的時候 先讓庫德族那邊的駐軍撤了 然後結果整個中東 你都看到川普希望 把所有的手頭騰出來 對付中國 然後現在巴格達迪死了 這個是20世紀到21世紀 最神秘最恐怖的恐怖分子頭子 然後巴格達迪被他給拘殺了 然後巴格達迪就拘殺裡面 他其實過去的時候 埃里斯很少整個中東 這闊籍這麼大 他只出現過一次 所以他到底是誰 他長的是什麼樣子 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一個人 然後沒想到 這一次竟然是在敘利亞的西北部 接近土耳其只有6公里的地方 而且也是庫德族在那邊出沒的地方 那裡又不是埃里斯的一個 常常在活動的區域 而是埃里斯的死敵 基地組織 所在地 他竟然躲了五年 所以你就看到這巴格達迪 是多麼厲害 他這都是敵人之下 他在那邊躲了五年 沒被抓到 那這一次是因為 他的下面的人被抓到了 然後伍達老之一開始透露他 然後他有很多個妻子 某個妻子又被這樣透露 所以被美國監聽到西埃把他找到 然後就開始攻堅 然後他最後呢是提起川普的說法 是抱著的那個背心炸彈 逃到了最後的一個沒有底部 沒有出口的地道裡面 最後引爆 然後整個人就死掉了 然後死掉之後 為什麼他們要趕快處理呢 後面你會看到出來那個廢墟是特別炸掉的 為什麼要炸掉 因為美國知道說對穆斯林來講 如果說留下那邊任何殘疾 包含那個巴格達迪的任何的大體遺體的遺跡 都會成為新的聖地 新的聖人 所以現在巴格達迪 他的整個遺體到哪邊去了 大概是永遠是迷 就像當年的賓拉登一樣 丟到海裡面去 不能給你的敘利亞的 或整個穆斯林裡面找到 然後巴格達迪為什麼這麼神秘呢 他本來只是一個教師 叫可蘭金的教師 可是在這教師以後呢 早期的時候加入了基地組織 然後後來呢 二次撥彎戰爭的時候呢 當然是去對抗美國 然後他有非常神秘的十幾個月 因為他好像是被CIA抓進去 在那個美軍在那邊的一個集中裡面 被管訓說 那一出來之後呢 他就變大了 所以伊拉克一直覺得說 他那個時候是 整個被美軍CIA訓練 來對抗基地組織的人 所以他一下子IS 就因為他突然之間 就成了一個IS 把一個小組織 巴格達迪加入之後 迅速擴大 迅速席捲了整個中東 而且他在那個整個 伊拉克的那個集中儀裡面呢 認識到了被管訓 被美軍抓進去的 伊拉克共和衛隊的很多將領 然後這些將領呢 都變成IS的主要的一個衛隊 主要的部隊就靠這些將去打的 所以現在 可是呢 更神奇的是 一直要抓他的時候抓不到 一直要找他的時候 行蹤從來不出現 總共到現在為止 就只有我們看到上面這張照片 2014年他在一個大新真事前面 出來講話的照片 全世界認得巴格達迪 就只有這一次 而對川普來講 他很高興 因為這個人呢 死得像狗一樣 然後他的手呢 彈出來了 可以對付中國 施加更大的壓力 對